说瓷大火炬 鼻清凉吃 瓷是我们这个世界 这世界苦难太多 大火炬 等于是地狱一样的 鼻是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地方是清凉吃 我们在学习佛经 也常常说到 西方极乐世界 跟我们这个世界 有没有差别 毫无差别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 是大火炬 那个地方是清凉吃 居民 存心不一样 你看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 小米特经里面就说 那个世界 是诸上山人 聚会一处 就是 那个世界里面的居民 是什么人 上山 这个山是有标准的 就是十三叶 不杀僧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于 不碾蛇 不悟口 不欺 不贪 不沉 不吃 他把这十条啊 都做到圆满了 上山嘛 各个都是这样的 所以那个世界好啊 啊 佛在经典上常常常告诉我们 相由心深 静随心转 人家那个地方的人 是上山之心 谁没有一样不好 啊 啊 相貌好 人的相貌好 啊 居住环境好 什么灾难都没有 啊 那回过头来再看看 我们今天世界呢 啊 也是上 跟经乐世界没两样 不过不是善 是无 杀僧偷到邪淫 到贪嗔痴 也是做到很圆满 啊 那麻烦就来了 啊 这社会动乱 这个天灾人祸 这么频繁 啊 缴获到整个世界 啊 富贵贫贱 都没有安全感 都没有幸福感 你说这个世界 出生多可怜啊 啊 我们能够有点安全感 啊 没有这些恐惧 啊 有幸福感 是什么呢 我们只 啊 只认定啊 我在这个世界存活的 就是今天 我不想明天 所以今天要 要很幸福 我该做的事情 好好做 不该做的事情 全放下 啊 我没有忧虑 啊 如果想到明天 明年 后年 那个麻烦就大了 啊 绝对没有这个念头 念念想 生极乐世界 念念 想着阿弥陀佛 我总有一天 把它想来了 别的不想了 啊 想阿弥陀佛 那就是上线 阿弥陀佛 是上线的 啊 那个十善也都圆满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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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